预计2024年开始中国出事的信托工资比例 应该是远高于银行等其他机构的比例的 平安信托中国信托界最好妥妥的老大 No.1 7.7亿现在都还不了 否则这个怎么地也得使一切办法 把影响影响到最低 不就7.7个亿吗 现在不在乎了 因为自己心里明白 后面还有77亿 770亿 7700亿 这7.7这不是个事 中国金融领域的问题啊 真的 我只能说难以想象 我跟大家讲了难以想象 强调一下这才是开始 4月8号互联网传出了多张照片视频 显示什么 当天数十位投资人在中国平安信托深圳总部外 聚集维权 然后最终这些人都被中共的特警 带走了 为什么维权呢 要求兑付一款延期的产品啊 说这个产品爆雷了 就这么一个小事 几十个人被带走了 很快上了中国所有媒体的热搜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知道啊 平安信托 维权 很多人都知道 那为什么这个事这么重要 这个起因的维权产品是一款叫平安信托发布的平安信托 福宁61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出现了逾期 总额仅仅7.7亿 按照合同该信托计划的 续 存续期截止到2024年的3月29号 也就是信托合同约定的到期日 但是3月29号这天 平安信托公告称什么 截至公告日 信托计划向上 尚无现金回收 就没有钱回来 一分钱都没有 不是没收到是不够收 是没有 按照相关信托文定约定 信托计划延期至信托 财产全部变现之日 或存续受人预期信托利益足额分配之日 以先道者为准 但如果没有全部变现呢 也没有利益分配吗 那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导致615信托计划 这个延期兑付情况就会无止境 这就是闹事的来源 所以呢 这些用户 这个信托的投资人 发现一个很恐怖的事 就是这款信托 在平安信托APP上显示的 购买该信托受益截止期 从2024年3月29号 听好了啊 中国斗的事 变成了多少 2024年3月29号 变成了9999年12月31日 大家想想你得再活将近八千年 七千多年 将近八千年 9999年12月31号 咱们都知道 那实际上什么 就无限期延迟了 然后呢 也没有不仅对于这个时间改变 不予任何解释回复 也没有给投资人任何对应这款 信托延期产品的补充计划 和挽救方案 所以就这么多人去闹事了 就大家已经觉得 这不是延期了 这就是真正的爆雷了 这就是真正的爆雷了 那为什么这个事这么快 一个信托 咱们国内很多信托都爆雷 大家知道 这几年都有信托爆雷 为什么这个事 一下上热搜了 因为平安信托的地位很特殊 2024年1月中旬 中国国内52家规模化信托 在银行间市场披露了 2023年未经审计的年报经营数据 那在这个数据显示中 2023年中国信托行业的 营业收入中 平安信托以145.53亿 名列第一 净利润看 平安信托实现净利润42.55亿元 名列全国第二 净资产看 平安信托以778.38亿净资产 排列全国第一 综合评比平安信托 妥妥的行业老大 全国第一 当年恒大的位置 在地产界 也就是平安信托 是中国所有目前信托体系里面 排名老大 排名妥妥的首位的信托 结果这次仅仅7.7亿的一款 信托产品 对付不了 而且没有任何的对付计划 那么这个出事 距离2023年年报 业绩的发布 才刚过去三个月 平安信托 全国信托 最棒的信托 才刚三个月 平安信托 报了这次出事的信托计划 资金是流向中国 正容地产旗下的 厦门真华府项目 回不来 房地产项目 但这仅仅是平安信托 在房地产领域 实施的信托计划中的 九牛一毛的一个最小的项目 平安信托 大量的信托项目 全是在房地产 这里面平安系什么银行 等等都是 单从信托来讲 专业人士 预估中国房地产领域 仅仅是房地产发行的信托计划 在三年内要对付 刚性对付的资金总量 就在五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五万亿 然而2023年全国52家规模化信托的净利润总额 才370.56亿 五万亿 370.56亿 也就是换句话说 为什么平安信托对付不了7.7 不是平安信托 是中国所有信托 坦诚的说已经全部破产 全部资不抵债 怎么活 对啊 你这个资金比例怎么活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 就是逻辑上呢 信托公司是可以不承担 信托项目的连带防控责任的 反正我是帮信托公司 就是中间牌照 融了资投到房地产 出事你们找房地产 但是为什么信托就要担责任 因为中国国内所有的信托公司 在这么多年协助房地产项目融资中 百分之百都有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 我在建行出来的我太熟悉了 没办法 利益虚实必须违规违法 谁不违规违法 就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必须违规违法 那你既然违规违法 那你就得担相关的责任 对 所以最终国内的信托 全得承担相关责任 所以呢 我还说 预计2024年 开始中国出事的信托公司比例 应该是远高于银行等其他机构的 比例的 平安信托 中国信托界最好妥妥的老大 No.1 7.7 现在都还不了 否则 这个怎么地 也得使一切办法 把影响影响到最低 不就7.7个亿吗 现在不在乎了 因为自己心里明白 后面还有77亿 770亿 期间700亿 这7.7亿 这不是个事 中国金融领域的问题啊 真的 我只能说难以想象 我跟大家讲了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强调一下 这才是开始 所以为什么国债到这种程度 都得被强制去卖 还没人买 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国家信用的不信任 对人民币未来价值不信任 否则持有就行了 卖不掉 最后一个是中国金融机构可能的爆雷风潮的进展情况 当然关于这三件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查相关的信息 可以查一查 内心就更清楚了 这些信息在国内都有很多的报道 好吧 都有很多报道 那今天就这么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听我这么长时间废话 又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啊